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主持人好 大家下午好 我是孙旭辉 来自于中国地震局 做的是跟航天有关的工作 3天前的4月24号 是中国航天日 半个月之后 5月12日是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日 在这两个重要节日之间 非常荣幸给它带来一个跨界的 同时也不回避谣言的演讲题目 张衡一号卫星 换个角度看地震 那么首先想给大家说 地震很多 但是大地震很少 我们根据现在一期记录 全球每年大概其有500万 500万次地震发生 刚才主持人也讲到 我们半个月之前 在我们北京的海淀和淮柔 分别发生了两次两极多的地震 实际上大家有没有 我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微信 昨天在富贺浩特郊区 也发生了一个两极多的地震 所以说微小地震小地震 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只是说我们大家都看不见摸不着 就像我们人 对不对 打个喷嚏 换个小感冒而已 所以真正对我们影响很大的 是我们的大地震 也就是重病 所以说我们大家都想 给大家很幸运的是呢 大地震很少 对中国来说 我们一般的 大家都在说可能有个 我们这里给大家说 一般来说我国六级八度 两个概念 一下的地震不会造成明显的破坏 所以可能会有些摇摇晃晃啊 有点感觉 但是不会有大的破坏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所以六级我们是正级 一是地震 能量释放只有一个指叫正级 对吧 然后呢在同一个地震 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地点 造成了相应的破坏 我们叫烈度 所以说我们叫六级是指的正级 烈度是指的 当时当地的破坏程度 大概是这样 那么 但是呢 我们现在传媒很发达 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很多地震 所以大家也很关注 所以呢 我们我倒不 我实际上我个人不愿意叫油眼 我们叫流眼满天辉 对吧 真真假假的信息不准确 大概是这样 所以呢 我大概是三十多年前 到地震局工作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不停地有我的亲戚朋友 同学同事 也有很多社会不同专业的人士 给我打电话也好 发信息也好 发邮件也好 说哪地方是不是有地震信息了 说我预报明天某个地方会有地震 刚才这位前面这个张雨池表演的 真的刮风下雨了 一看药 那个地方有个地震云 对吧 等等那家鸡鸣狗 就确实确有其事 很多 我跟你说 我基本上 不敢说每周到我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信息 那么前几天 四月八号 就是几天大概二十天前吧 我在维也纳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会议前 我刚到呢 当天晚上 就有一个一些国际的国外的专家 正式专家 行业里面的专家 给我发了个微信 说孙博士 非常紧急的信息告诉你 我预计在四月中旬 在中国的云南四川 会发生七级以上的地震 实施情况 今天已经是四月二十七号了 中旬已经过去了很久 没有地震 我们除了高杉说 我们北京有两个小地震 对不对 还有几个 在台湾有个五级地震之外 云南四川非常平静 所以说面对这样的一些信息 这样的一些谣言 我的观点是认真研究冷静对待 属于冷静对待 实际说 我现在说还是说 就通过前面刚才说的 低震预报 确实没有过关 我们作为低震科技工作者 我们觉得很对不起大家 但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就这样 全世界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觉得要去继续努力去 对不对 这是一个 但是另外一个 我属于我不去相信他 另外一个 他本身这样的不同的船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面谈的这些问题 恰恰是我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标杆 一个参照 也是一个鞭策 所以说我们一方面 对低震颜外来说 我要说 要避免狼乃鸟 风和戏猪猴 这是我们国内的 国外的历史上的故事 我们低震预报 不来走这条路 同时呢 这样的一些东西 可以让我们自己来 好好来做这些事情 这是想跟大家说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实际上 低震研究是一个老话题 刚才那个段宇驰已经讲到了 那么我们实际上最早的地震记录 在公元前的1831年 泰山镇 紧接着在1809年 也是公元前 对不对 伊洛杰 就是洛阳的洛河和伊河 对吧 在国外呢是公元前的340年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亚里斯多德 他也做过地震观测 那么我们刚才说 张恒这是公元132年 开始有这样的一些 地震的这样的记录 现代地震学的诞生 在1906年 当时在美国的加州 发生了一个8.3级的地震 影响非常的巨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当时呢 就提出来 叫做谭星回调说 紧接着在少世纪60年代 对不对 提出来板开构造 所以就是现代地震学的 那个基本理论框架 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 中国的现代地震学 从1966年形态地震开始 那么从经历了几十年发展 应该说全世界 包括中国的地震科技水平 取得了极大的发展 对不对 对一些科学理论认识 包括现在应急救援 防灾减灾 都得了很大的工作 但是地震预报到底怎么样 到底能不能预报 所以我们在四季之交 因为九十年代呢 全世界发生了很多地震 这个过程中 我们成功了 预报了1975年海浅地震 1976年 二十四万人死亡 在唐山地震 我们失败了 九十年代 世界上很多地震 都没有预报出来 所以从四季之交 从美国的科学家 罗伯特·盖勒开始 开始质疑 地震到底的预测 那么从那里面呢 当时我在 中国地震局分析 预报真心当科技处处长 很不幸 也很非常非常有心地 加入了这一场讨论 但是我想讨论结果呢 我觉得 我特别 这是我们的陈云泰院士 抱歉 2009年 陈云泰院士 在中国科学家 发表了一个组结性文 叫《地震预测的回顾与展望》 它展望回顾和展望的结论 在这边 叫声言不可能 昨日之梦想今儿有希望 明日变现实 那么把这个数据 也就是说 地震预报现在还有难度 但是未来应该是 作为科学的去 应该去继续去探索去 那么这样把这个话 再进一步展开一点点 我想解决的 第一个 地震科学很难 但是对地震科学的研究 应该充满信心 所以说 第一个 要有信心 自然科学问题必然有解 第二个 要有恒星 要有毅力 地震预报 从我自己30年的工作来看 可能不会那么快地突破 还需要相当长的 很多人的努力 来做这个事情 第三个既然是科学嘛 那就充满幻想 对不对 也有这种有点追求 有点精神境界 就是所谓的 要对科学的魅力有所认识 最后一个 科学需要创新 这大概是我想 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想法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想想 既然有这么难 到底难在什么地方 在这 首先说 我们前面说 地震很多 大地震很少 我们要预报地震 需要大地震争力 所以说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作为国家来说 我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了防灾减灾 我希望地震 尽可能地少来 最好别来 作为科学研究来说 我需要有更多的地震 这样因为地震科学是观测科学 我需要有大量的观测资料 来支撑我的科学研究 支撑我的科学发现和发明 所以说我们大地震太少了 统计争力少 然后呢 导致我们激励的是不轻 同时也受到科学观测技术的限制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所以有人说 我们现在 大家都在期待 下一次科学技术革命 所以对新一个 这个年代的 新的技术 新的发展 大家充满期待 认为 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 叫做地震科学的突破 最终要依赖新技术 新方法的突破 那么我 就是说 地震上了天 所以我们更多的关心是 空间对地 卫星技术 对我们卫星有哪些支持 所以这里面 所以我们分析了一下 大概 时间关系不展开讲 大家想跟来说呢 空间对地观测 它首先是个大范围高动态多参数 不说地面条件限制 同时可以夸学科的 交叉融合的一个很好的机遇 我们前面说到 中国的七级地震 我们说 地震预报的最大的困难 是真理太少 所以 我一个科学家 我跟大家说 我到现在 我做了在地震中 大概三十多年 我真正碰到的地震 很少很少 对吧 好多地震都在青山高原上 刚才前面 统计意义上说 中国每三年两次七级地震 每一年有四次六级地震 统计意义上来说 全球呢 每年有十七八次七级地震 所以说我拿卫星去观测 可以测全球 对吧 对照全球的震力 所以说我大范围高动态 把全球的地震都收集起来 那么这我就可以加快我的 所有地震科学的发展 所以从真理观测的角度 收集的角度 我们说天上一年等于地面 二三十年 所以能够跨越式地 提高地震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 对不对 同时呢 我们刚才也前面讲到 因为中国的地震 实际上更多发展在西部 但是中国的西部 青山高原 沙沃无人区 它是很难去观测的 是不是啊 所以我靠卫星呢 我就可以做这样的观测 同时呢 我可以做全球 地面台上只能观测中国的 我在中国的观测 跟美国观测 我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没法拿统议来对比 所以这样的话 我可以以这样的球权来做这样 所以说 以这样所以说上卫星 那么这样的话 从 我做这个事情 十六年前了 那么从2003年的2月18号 中国地震局科技部 国家预关部联合在北京开了个香山会议 题目叫做 院士赋予地质一心 开始启动这样的工作 那么这里面想跟大家说一下呢 这里面有我们两大一心的元勋 这是王羲基老先生 两大一心的元勋 这由于我的导师 这个帝国医院时间已经快90了 还有大批的来自各行各业 各个国家这样的专家来 共同支撑这么个事情 也包括前一段时间 来到我们这个讲堂的艺术化现场 对吧 那么也包括我们一下 这个是法国的一位手续科学家 这是我们意大利控制局的局长 也包括我的团队 我的学生 我的同事一大批人 所以呢做了16年 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 走这个墙 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工作 那么这里面坦率说16年很难 在16年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我坦率来跟大家说 当时我们不光是没有吃个猪肉 还没有见个猪跑 真的 不光是没有吃个猪肉 连猪跑都没见过 中国第一次做这样 中国第一次做这一类卫星 所以我们大量地跟国际上学习 当时然后很多专家实际上不理解 对不对 包括高崽和我们自己 那部思域的时候非常困难的一个时候 我们还包括就刚来大家一起来面对的 好多人说地震不能预报啊 地震既然预报不了 你干嘛要搞这么个卫星 劳民双财 对不对 都是明智明高 要客户很多的 还有一个对我个人来说 最大的一件事情 我是个地质学家 为了做这么个卫星 我首先要从地质学去了解地球物理学 需要了解空间物理学 需要了解航天工程 需要了解等于这些物理 所以我当时那个一段 就是确实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艰难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实验过程中 从这个过程中真的我自己开玩笑 我说这个项目把我自己熬成了一个 熬成了一个老弱病残 真是老弱病残 大概说 所以属性呢 经过极其几幅 经过不同渠道 争取这样的资料 我们到2013年的7月29号 国务院终于批准了这个项目立项 那么7月31日 7月30日早上 13年 现在还没有上班 我在航天局的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盛总跟你报告好消息 国务院昨天下午已经批了这个项目 十年 真的当时已经 我在这个时候 我实际上当时还在病修 其实很觉得非常的激动 非常兴奋 十多年 花了国家那么多钱 真的 花了国家很多钱 也有一大批人在里面奉献 然后终于有一个 上了一个台阶 所以当时是 真是大哭一场 我觉得我还是很坚强 但是当时真是在大哭了一场 那么紧接着了我们实际上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又走了另外一个五年 就从13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就用卫生研制 那么如果说有机会 我愿意请大家到我们实验室去 我们的卫星实际上从最开始 我们也是到这里来的一个嘉宾 杨芳博士 曾经是我们这个卫星系统的总设计师 他当时设计的卫星 跟我们现在发到天上去 卫星的卫星 实际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就这里面有很多科学问题 很多技术问题 很多工艺问题 所以很非常困难 那么经过这么一个反反复复 国际合作 国内研制 国内研制 在国际合作 反复讨论 最后我们终于在2018年的212号 顺利把这个卫星 中国地震立体关系体系首发星 也是中国地区物理厂卫星的第一颗星 顺利发到天上去了 就是我们这个 去年的212号发射成功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发射时候的场景 对吧 卫星火箭带着我们的卫星在这 然后上天 这是在给飞行的一个模拟 这是一个仿证状态 那么当时呢 很非常高兴 就是说中共中央总数据主席主席主席 就是习近平专门发货点清主张行为一条卫星的发射 同时这个卫星的科学的意义 包括外界又是跟意大利合作 主要做出高度评价 那么这是我们的卫星 对吧 卫星时间大概大概就是300 700多公斤 大概1.5米间方的一个样子 现在卫星在500公斤高度 如果说你有一个简易的光远镜的话 每天下午2点凌晨2点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卫星过境 大概就是基本上这个情况 那么这次卫星就是这个样 然后这次说展开之后 这个我们叫深杆实在就是天线 把这个我们的探头放到这个顶端 这是这么个情况 这个卫星上一共 根据我们的科学研究结果 然后呢 一共搭载了三类八个载核 那么第一类是我们的就是 电磁星 电磁星嘛 就是地平电磁星扰动的 高精度取消机 感性磁力和电场仪 另外就是说 在五百零高度上更多的是 离子化的气体 对吧 电磁和离子 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 等离子体的眼星 三变星标等离子分析以后 没有探针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高量离子 跟太阳有关的这样的 所以八个载核 因为这个可能太专业 就不载核讲了 那么在到目前为止 微星已经上天了一年多 对吧 2月2号到今天已经一年零两个多月了 那么对到了什么呢 说一下第一个 作为一个低震科学的探索 我们已经收集到了 十几个气级地震 几十个六级地震 那么刚刚起码说 我中国每三年只有两个气级 我近一年已经拿到十几个气级地震 那么相应地得到它的一些观点结果 比如真是说 卫星2月2号上天 2月10上开始工作 16号就得到一个 某些个气级地震 那么有这样的一些很好的东西 那么同时这时候 相应地这是说 2018年的8月份的 英尼的两个地震 那么都得到这些气级 那么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正在做统计分析 我们希望用大量的整理 统计出它的一些统计特征 对不对 也去解决一些个例 然后它到底是怎么变换的 然后这样来做出一个统计规律 因为最后我们第三步 我们要实现这样的科学理论的突破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说 现在的地震科学理论 是一个经典物理学 超温传岸上的流动物理学 那么我们为了发展 因为地震正圆在十几公里 超高温 超高压 所以我们现在要在这个技术上 利用学科交叉优势发展 这种叫多板块 多确认多物理厂的地震过程模型 来推进我们地震科学的发展 那么从我自己来说 我相信有这么多发展之后 应该地震预测的科学 能够往前大大的进一步 实际上想跟大家说 账上一号卫星 真正它最原始的产出 不是我们的地震前兆 是地球的磁场模型和电力层模型 左边是磁场模型 这是电力层模型 那么现在国际上说 中国电磁星前两天在长沙开航天会 在航天认识会 人家实际上评价很高 说这个数据非常好 那么有这两个东西 我们实际上或许的更多的除了作证 还要做 对不对 比如说磁场 那可以导航 对吧 那么同时呢 我们有这个 可以在 对不对 这一看到的是有我们的做导航 那么GPS 大家知道 GPS导航进度很高 对不对 但是呢 GPS在某些时候 它是受影响的 它必须实时 所以在没有GPS的时候 那么我的地词可以不精确 但是绝对可可的导航工具 也可以去拿它去做一些科学研究 一些比如说地球物理繁衍 研究地球结构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所谓的电磁层 那么电磁层 实在是它属于科学技术发展 然后呢 它是对现代科学技术系统有极大影响 那么这里两个东西 一个是1989年和这个一个磁报 对吧 太阳要斑 那么对输电线路 对海底电缆 对这种卫星的运行 带来明显影响 同时正是在17年的9月 9月初北美有个太阳风暴 同时有特大地震和飓风 由于应该说有地震和飓风的时候 我们需要救灾 需要通讯 但是恰恰这个太阳风暴呢 是当时的航空海事应急的高病通讯能力 短短了八个小时 所以当时知道去的美国的影响 就是灾害很严重 对吧 那么最后一点想 最后一件片子想跟他 还是说跟这个有关的 跟我们张行运行 未来可能要运用的一个有关的东西 就这个事情 大家都知道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差点引火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还有一件事 在上世纪 1967年的5月 也差点引火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时候呢 5月23号早上 太阳爆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风暴 那么呢 在这个过程中 结果呢 美国的军事通讯手段 通讯系统中断了小半个月 美国军方 包括他们的总统 一直认为 是苏联在 对不对 是苏联在发的这种什么攻击 所以准备要 要整个的这个战略武器 要全部起都要去打苏联了 还好就当一个 太阳预报中心很快 及时把这个信息呢 告诉给了美国的空军司令部 所以呢 停止了 停止了即将执行的任务 要知道当时什么概念 全球有三万多颗核弹头 如果说一旦发动呢 后果不可思想 对吧 好吧 我的分享就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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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